曾光教你如何看待 老 粤语铲片时代 讲帥仔 讲帥仔 借言曾光都可以讲得是数一数二 是不是不够费啊 和你们分享多几幅 超帥仔 超帥仔 你年轻的时候当然是漂亮啦 但是老有老的漂亮 看一看你怎样看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认得悲 我五十多岁的时候认得爆 我六十多岁的时候认得烈 我七十多岁的时候认得跌渣 我八十多岁的时候认得喷汁 是不是我多漂亮啊 我觉得自己很漂亮 你要面对现实 你不能够永远是二十岁的 五十岁 你就五十岁咯 五十岁 你就不要接二十岁的角色咯 举些例来说 成六十岁人还想做或者欠着他做二三十岁的年轻角色 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呢 你以为你是刘德华 你以为你是刘德华 有多少个刘德华 好像我五十多岁的时候 就扮成四五十岁的黄若诗 和二十多岁的翁美玲做妇女 便搭到绝咯 如果扮黄日华做那个郭靖 不要说观众接受不了 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到射雕拍出来找鬼看咯 就算五十多岁的黄祖賢 现在有几美魔女 都绝对不适宜走出来做聂小善咯 说真的拍善女幽魂就一定不行 和盧海鹏拍善女拷痕就差不多 我八十多岁 扮一个八十岁的乡身刘某法 那不就叫恰如其分咯 那不就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混合一个最佳男配角咯 开港有话 少女十八无丑妇 很多人认为 年轻才靓 老了就不靓 其实是靓的标准不同 用年轻那时候靓的标准 去衡量老的时候 你死定了 所以两个标准 是要随着时间来改变的 说得白点 就是一路一路将标准降低 人家接不接受你老不要紧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自己老 好 总括来说 要接受自己老那时候的状态 什么年龄 做回什么角色 这样才不会不开心 对吧 I Cantonese 爱广东话 爱广东话 愿意保育及传承 愿意保育及传承 愿意保育及传承